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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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对于不幸的人来说 人是万物之灵 换句话说 人是所有的动物里面的话 最聪明的一个 到底是聪明 看你的观点 他说智商最高 或者能力最强 可能是 他怎么样去使用他的能力 怎么样去使用他的智商 到底是聪明不聪明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 人跟动物 没有基本上的分别 人跟牛马 跟猴子跟猫跟猪 没有基本上的分别 只是聪明一点而已 那么 人呢 很多人他相信是这样的 可是他基本上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当作 只是一个狗子 一个猪来看 那么有些统治者 唯物主义的统治者 曾经有这样的观念 就把人当作牛马来看 那么就是说是 这个 假如你是年纪超过七八十岁的人的话 你可能知道 那么在这个共产主义初期的时候 那么毛主义呢 曾经是推动这个人民公社这个观念 就是说是呢 家庭是一个没有效力的一个机构 是一个效力不足的一个机构 那么所以呢 你用这个家庭呢不方便 所以他就讲 你把男人分开 做男人的工作 女人分开 做女人的工作 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工作效力可以高 然后呢 你男人工作劳力 你成就多的时候 到了周末的时候 我就给你配一个女人 让你能够跟他去这个同房 这样子生下来的孩子 是国家的孩子 将来这个 这个国家这个 去抚养孩子的时候 一个女人在一起的就是 抚养所有国家的孩子 他这个主义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人跟牛马基本上是养 你要养牛 你要养猪的话 你就这样子处理 OK 可是呢 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呢 因为人没有办法那样看自己 OK 所以到时候这个制度 曾经试过一段以后 就发现了 男人工作也没有效力 女人工作也没有效力 但是恢复家庭的时候 反而效力比较更大一点 因为人呢 他不光光是牛马而已 所以 那么 我们 换句话说是 他相信人子是牛马的 他实际上活起来的 他没有办法那样子活 那么我们看见 上帝的创造 十一创造 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 上帝把我们的灵 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 上帝造我是要祝福我的 他借着我来荣耀他自己 借着祝福我来荣耀他自己 所以我就看见了 我的一个价值呢 跟那个牛马不一样 我就知道 我的存在有个价值在那里 因为那个永在的那个上帝呢 创造天地的上帝 对我有一个设计的 他要祝福我 他跟我沟通 所以呢 我认识上帝 我去追求认识上帝 我去 这个 这样的我的生命呢 就有更丰满的意义 就能够达到他存在的一个目的 我就能够有真正的快乐 我就有真正的意义在那里 所以我明白上帝的创造的话 我的自我意识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关于这个 起源问题啊 神的创造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呢 这个 碰到很多这种反对的这个声音 仔细讲起来 这个都是护教学里面的题目 像那个科学主义呢 就是万物都是进化来的 从低等的到高等的等等的 这些很多这种主义呢 其实不是科学 科学要求我们的话 只是物质世界是实际存在的 OK 另外呢 就是因果的关系 我们相信这个有个 因果的关系是存在的 要不然我们就会 苹果掉下来就掉下来 我们就不会去问 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 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面飞 它掉下来 第三个呢 这个做科学的话 它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 这个逻辑 换句话 每一种现象的话 它不会是自我矛盾的 它是狗 它就是狗 狗就是狗 它不可能又是猫又是狗 OK 那么那样子的话就变成矛盾了 它不能够同时是 它又不是 它又是 它又不是 这个 你假如是这样相信的话 你就不能去做科学 那科学不能 换句话 比如理哲学里面 常常有人在这个地方 打这种意念 就是中国人讲 我是蝴蝶 还是我 我是一个梦 我还是实际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那么这种样子的 这种思想里面 它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 那么 所以这个科学 只需要这三个基本假设 它就可以去做科学了 可是什么叫做科学主义呢 科学主义就是说 除了物质世界以外 其他都不存在 其他都不存在 换句话说 灵不存在 灵不存在的话 上帝也不存在 那么这个不是科学 所需要的一个假设 做科学不需要这个假设 可是呢 是一种哲学的人 一种哲学 就是唯无论 无神论的这种哲学呢 它打了这个科学的这个记号 打了科学的这个旗号 它号称是科学 可能不是科学所必须的东西 它是一个哲学思想 所以一个哲学思想 跟宗教思想做对的 它好像 我们科学你不科学 这完全是一个 这个骗人的把戏 我们要搞清楚 不是科学跟信仰抵触 是哲学 是唯无论的这个哲学 跟科学抵触 那么 讲到起源问题的话 也是 金华人常常讲 是东西从简单的 变成不简单的 这个 然后呢 就是突然 这个变异 从低等的 变成高等的 等等的 当然这个东西 证据的话 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不详细讲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护教学的问题 可是呢 第一个生命结 第一个细胞 第一个单细胞动物 从哪里来的 不管是单细胞植物 单细胞动物 是怎么来的 没有解释的 只是假设 因为呢 任何一个单细胞动物 你仔细去查考的话 它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个细胞膜 怎么做出来的话 就是 它就是观望一些化合物 在那个地方 化学物在那地方 加热 加热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的这个实验呢 从来没有做出来一个单细胞 植物或者动物 OK 换句话说 你假设有了那个之后 你再去假设它怎么样子的演变 可是开始那一个是怎么来的 从来没有证据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证据 都是猜测 所以把这个这样子 这是科学 讲老实话是很开玩笑的 好 那么另外一个对于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 从这不幸的角度来攻击的话 就是讲到这个 圣经里面讲的创造 七天上帝创造 我们从一些这个科学的证据看起来的话 这个七天不可能的 OK 那么当然有一些 有些基督徒的立场 你说不可能 在神为什么不可能 神要七天造成的话 神为什么不可以在七天造成 那么这是一种立场呢 我想这个立场的话 常常是不见得是一个解释圣经呢 或者说是在这个护教这个立场上面 最坚确的一个立场 那么圣经那个创世纪这个记载 我们要看在当代的 在摩西那个时代 对于时间的观念 OK 而且他这个创世纪里面 他讲的上帝创造的时候 他要沟通的 真正的沟通是什么 当时的人对于时间 对于这个次序 对于这种科学的观念 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嘛 圣经是对起先的读者所写的 不是直接对我们写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话 我们就去仔细看 创世纪的写作 一点像古代文学里面的这种 一种尸体 你仔细看看的话 你看上帝第一天造什么 第一天他把光跟黑暗分出来 OK 然后第四天上帝造什么 但是第四天呢 我们看上帝造太阳月亮 星星 掌管白天的 掌管晚上的 假设第四天在创造太阳 在创造月亮的话 那么第一天那个光跟黑暗 是怎么来的 你要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好像很不科学 是不是 可是我们看这个创造的话 它这个创世纪的话 它的格式是让我们看见 上帝是从简单的复杂的 到复杂的 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上帝第二天 上帝创造的是什么 上帝是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 OK 所以有云 有地下的水 下面的水 然后第五天 创造的是什么 天上的飞鸟 水里的鱼 水里的兽 也没看到 再看 第三天上帝创造的是什么 第三天上帝把这个水 把陆地建出来 把水跟陆地分开 然后呢 不光是如此 而且在这陆地上面呢 上帝造了那些结果子的树 叶子可以吃的草 这些东西 OK 可是没有讲呢 上帝创造玫瑰花 上帝创造康乃兴 他没有讲这些植物 他讲可以吃的东西 OK 第六天上帝造什么 上帝在地上爬了爬虫 走兽 最后呢 上帝造人 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设计是 上帝从简到凡 而且上帝创造的时候 他为他所要创造的一个生物呢 预备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预备说他们 给他们准备他们所需要的食物 给他们生命上的供应 这个是创世纪里面 让我们看见上帝这个创造的 让我们看见上帝呢 他是一个恩慈的主 恩惠的主 他是为他所造的万物呢 预备他们 适当他们的住处 换句话说 看见上帝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恩惠 在他的创造当中 从简到凡 你说从光暗到这个 到这个 这个星体等等东西 很多人用很多方式 要去怎么解 要去解释这个 其实呢 我想我们就从这个文体 从这个圣经本来的 原来的作者这个文体 不要用20世纪 21世纪的 这种科学角度去强解他 要按照他的 他的原先的作者 他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我们看到按照他的用意去解释 解释这个创造的时候 他的重点不是在7个24小时 我只说重点不是在哪里 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他们都是 只要他们是对圣经 带了一个尊重圣经的态度 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这种解释的都是学说 OK 可是换句话说是 我们看见 这基本上 圣经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 它的目的不是在这里 跟我们讲科学 可是它跟科学上面 也没有基本上的抵触 只是我们要按照它的真正的 本来的意思 它要启示的是什么 让我们明白的是什么 它跟生物中间的有演变 有进化这件事情 并不完全抵触 只是圣经讲上帝 各种七类 圣经也讲各种七类 所以我们对圣经 除了说是这种 今天进化论里面 我们讲一个叫micro进化 一个是macro macro就是说是 从单细胞动物 一直到人类 是继续不断地演变的 这样上来的 那么从不同类的到不同类的 这样子的 我想今天一方面 这样子学说的话 也缺少证据 缺乏证据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一个同一个层面的东西 它有演变 一个比较小的会变成比较大的 它这种颜色的 会变成那种颜色的 因为它生活的环境有演变等等的话 就是像雀鸟 有些雀鸟的嘴巴的形状 会因为它的食物里面 可能它其他都是一样的 可能有变化在当中 可能会有演变的 这个是 我想跟创世纪里面 并不需要冲突 而且它们能够演变这个能力 换句话 它这个DNA 现在我们看的是DNA 或者它基因的这个因素 它这个会能够 因为环境的因素 能够会改变 有些东西会让它会改变 那么这个DNA的设计 它这个设计的能力 换句话说 它这个DNA 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这个设计它能够有变化的这种能力 包含在它这个DNA里面的话 就是因为在上帝的设计里面 从这个创造里面 所以这些东西跟创造 都没有真正的抵触在那里 没有需要抵触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见了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 我们对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采了有色眼光 一定要把上帝摆在外面 这种样子一个偏见在里面的话 我们仔细看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创造里面的荣耀 它的创造万物 包括它的创造人 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 这个跟科学并没有基本上的抵触 只是跟那个所谓科学主义者 要借着科学的名字 来否定上帝的人 对他们有抵触 可是这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圣经的问题 好 我们十六课就到这里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仔细去观看 你所所造的万物的时候 当我们追求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主 你的意念 真是超过人的意念 你的智慧真是大过人的智慧 当我们体验到一点点的时候 主我们就不能够不称谢你 将荣耀归给你 你真是朝后万有的 真是没有人像你 真是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别生 我们感谢你 你拣选我们 你爱我们 你不光是造了我们 你也引导我们进到你儿子的国度 在你的永恒当中享受你 能够与你沟通 享受你的生命 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些的恩典 本来都是我们不配的 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 谢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继续不断承担 感恩赞美的心 来追求认识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